先來看這個 跟這裡看起來不太搭的一個東西 這是 一窯碗 所有的碗都從窯裡燒的 我知道 這是哪個碗呢 好 來… 他是外婆買的 那外婆是在泰國買的 26年前花的是只有區區一千塊 只是他買的理由可能在這裡 因為這泰國人寫的 Song Dynasty 說是宋朝 然後呢 2009年買的 他說所以不是20幾年對不對 他說這個是 又寫說是清朝博物館兩三百年 好複雜的一個碗 看不懂 他現在寫的意思大概就是 當初賣給他的人就告訴他說 這個是宋朝的時候 對 它貼的就是宋 可是這個碗 宋朝的時候大概沒有這一種 這一種誘料了 官窯裡面應該不會用到 看不到 這種醜醜的誘料 官窯裡面看不到 對 但民間你不能說應該沒有 可是民間的話很少用到這種碗 因為一般民間用的碗 大概也喜歡用白色的 大家喜歡仿官窯 然後用白色的底 東西秤起來也比較好看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外婆叫做買好碗 對 還從泰國帶回來 對啊 但他一直相信他不是宋朝 就是清朝的 不然不會寫那些字嘛 對不對 外婆是泰國人嗎 不是… 結果到最後出現的是漢潮 我們所有人都跌倒了 對啊 好 外婆人把它當成一個 就挖到的古董來賣 對 來 好 謎底要揭曉了 請股價 一萬五千元 還真的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原朝的 不是宋朝 這是個原朝的龍朝 龍泉窯 我都可以問你 隨便再看別的東西 當時這個龍泉窯 就是大量外銷到東南亞 日本 韓國 原朝的時候外銷得最厲害的 就是龍泉窯 這是龍泉窯 我們看從它的底啊 這個包覆過來 然後它整個碗 有一點年紀 蒙古人喜歡用大碗 所以他們用的碗很大 所以是民間的用的那個碗 這是民間的外銷池 是用它來吃什麼 吃飯啊 吃飯啊 吃麵都可以啊 這個碗 當時因為是外銷的 外銷到東南亞 東南亞比中國還落後 所以這泰國人也沒錯 它是古董 所以它這個質地比較粗 所以它就是比較便宜 但是如果它的 又比較漂亮的話 還是會貴的 是不是 外婆真的買到古董 雖然它不是一個 就價格很高的官窯 但是它是有價值的東西 好 外婆算你厲害 我們看看這個圖片上 對 因為它這一件 因為比較朦朦 朦朦朦朦 是因為它在土裡面咬過 不是 在水裡面 這應該在水裡面 挖出來 出水的 所以它被海水腐蝕的 所以這個 如果你們去找專業的人 把它洗乾淨 會比較漂亮一點 這樣就會往上提高 可以提高到2萬3萬都可能 所以我剛剛嫌它醜 是因為它被侵蝕過 被海水泡的 海水泡的 我們現在看到 它的氣泡是這樣你看 老的東西的氣泡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土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 它的土是這樣 很多很多的雜土 老東西 就是老東西 然後我們看現代的 我找的一些圖片是老的 你看 這個就是啊 你這件跟這個很像 這個包過來嗎 教授這顏色差很多 對 這個漂亮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要大概 這個8萬到10萬 對不對 差很多 好 再看下一張 這件也是元代的 這件也比這邊漂亮 這比較接近了 但它比較亮 中間有印花 但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沒有上油的地方 對 這是比較粗的 比這更粗 這還不錯 這更粗 因為它上面還疊得完 一個個疊上去燒的 這疊一落這樣 在窯裡面燒 所以這更便宜 所以這個 顧這個架是因為它是粗池 而且除水被複蝕得滿嚴重的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錯誤訊息 這地方可以避掉 因為這清草是不對的 原草 它是送草之後的原草 身上留著是因為離它比較近 好 那泰國人比較不會騙人 對啊 泰國人其實不知道它是什麼草 它可能是沉船裡面挖到一堆 對 沉船的 從這一集以後 大家都跑到泰國去買東西了 泰國有嗎 有 而且我們曾經有一位馬來西亞 他就是在某個島上 專門收購這個池 對 他的確弄到的那個時候的東西 大概都是送源之間的 沉船的寶物 都是沉船的 可以 現在還可以找得到 他買幾百塊 但是市價大概都有幾萬 每一個 對 應該的 好 恭喜你們 好 謝謝 來 謝謝曾教授 接著 好 紅寶石來了 嫁妝 好 這個顏色如果是真的還不錯 請問爸爸的職業是 我爸爸 他開機械商 之前去賣機械 賣機械 所以媽媽就是貴婦 媽媽有工作嗎 他在幫爸爸 所以這位媽媽平常如果家裡有賺錢 就會去買錶跟珠寶就對了 做機械的都是比較好賺的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 因為台灣 像台中金雞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台中金雞的話以前是做車床的 請問金雞是什麼東西 金蜜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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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以為是金色的雞 通常他們都是一個聚落 比如說我生產車床的 可能我生產車床的話 馬達就是在我們村子裡面 某一個人家做的 然後你幫我車 鑄模 就是鐵殼的部分 就有一家幫我鑄模的 然後車床的鑄心的部分 就哪一家幫我做的 就是一個聚落 台中金雞就是這樣做起來的 好 所以他們早期的台灣奇蹟的創造成 對 來 紅寶石 嫁妝 請顧價 4萬4千元 聽起來好像長得這麼漂亮 為什麼 它只有80分 不到一顆拉 這看起來挺大的 它的面比較大一點 當然裡面當然是我們相信它 敘述裡面就是打了0.80 那80分的話一顆拉大概3萬 假如它這個一顆拉的話 那當然一顆拉的單價 大約在8萬到9萬 所以紅寶石的部分是2萬4 這個台差不多2萬塊 所以是4萬4千元 好 這還不錯的紅寶石 這個藍的就比較淡一點 你們是從板橋來的嗎 我娘家在板橋 不過我家到桃園 娘家在板橋 因為我剛剛看的這些款式 我發現說你們是固定的一家豬寶店買的 好厲害的 好厲害的功夫 你還知道是哪一家 因為這個有可能是我的客戶 喔 這台是你賣給他的 有一個台是 請顧客 6萬元 這是一個斯里安卡的藍寶石 那它因為 這小姐它帶了久了 它很多的化妝品黏在下面 所以它看起來會泛白光 對 其實洗一洗它是很寶藍色不錯 是沒有很深色 那大約兩顆 因為它很厚 那火光也不錯乾淨 那這個台大約是差不多在 在1萬8到2萬之間 寶石它大約 那就是4萬元 所以是差不多是6萬塊這樣來 請好好清洗 好 完全沒有洗 所以你怎麼洗呢 你回去把那個開水 就是燒開的開水 或是你們家的飲水機打開 把它丟進去 它不會溶解 你放心 它會把這個後面的油 會稍微 會把它溶解得鬆散一點 各位朋友在家裡 也可以自己試看看 不要去用這個一個鋼杯 然後瓦斯爐打開 萬一燒乾的話 那寶石會破掉 你用開水就好了 它把這個化妝品 一般沾的是化妝品 或是乳液 就是油性的東西 它會比較鬆散一點 比較鬆散完了以後 你拿這個沙拉 就是拿一個牙刷 軟毛的牙刷 不要的牙刷 沾沙拉多 你洗的時候第一個 沙拉多 你第一個先手拿著 要這樣拿著 然後從裡面先刷 為什麼呢 你從外面刷的話 沙拉多 油油滑滑 你可能會脫手 會掉了 所以你手當你色色 比較乾的時候 先拿著 然後牙刷 你就從裡面這樣子 叉叉叉 然後在裡面刷一刷 外面再刷一刷 就很亮了 很簡單 跟洗碗一樣容易 但是要小心 不要脫手 再來你刷的時候 千萬水龍頭不要打開 萬一這個好久了 就是爪子鬆以後 你一刷一刷 刷到我要牙齒掉光光 我頭都沒有了 對不對 到那個下水道去 所以你要用一個頭 最好那個臉盆 是 萬一掉了之後 萬一掉的時候接起來 拿到主髮店再修補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如果太懶的話 你就可以刷完牙順便刷一刷 沒有這樣子的啦 沒有啦 沒有啦